现在的电池包子是大概300-500,000公里 新的电池包子将来到年载的产生 是为了一万万公里的工作 百万英里等于160万公里 这什么概念 一辆汽油车开到报废前 平均总里程数不过约为30万公里 由此可见 马斯克对电池的野心 而电池日也早在2019年 就成为市场期待的Tesla摇滚大秀 但不管是跑更久 充更快 还是更便宜的电池 要彻底解决里程焦虑 还需要一个重要伙伴 充电桩 开电动车 不管是不是Tesla就是一个自嘲 不过很多非电动车的车主提到电动车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充电焦虑 但是电动车充电很可能只有两件事情需要理解 第一个规格 第二个就是数字 目前全世界大概主流的规格大概有五种 那一个就是Tesla规格 它概念有点像苹果 它就自己弄一个规格 然后有欧规的 有美规的 有日规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大陆GD规 日规可以看一下 它的孔就是属于两个大的 这个是电力线的孔 然后这是通讯线 这个是美规的 这个是美规的 长相就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也是属于电力线 这也是通讯传输线 充电桩业者E-Value执行长 忙着解说快充街头的规格 这是电动车主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不同国家甚至不同车厂卖的电动车 街头都不统一 台湾目前的直流充电桩的规格 并没有统一 那在四个规格 齐头并进的情况之下 以我们营业者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对于投资哪一个规格的 这个部分的思考 会多想一些些 充电桩营运商E-S来电 也坦承快充规格太多 会减缓充电桩的建置速度 但不管什么接头 有转接线就能搞定 规格 这问题不大 但拿起充电枪后 接下来还会遇到数字问题 充电功率多大 电流多少 一辆车要充多久呢 什么K瓦 什么几度电 还有交流桩用什么意思 不用管这么多 只要知道充电桩 有交流电 俗称慢充 和直流电 俗称快充这两种 慢充要充饱 反正要好几个小时 快充一般也要一小时 以现阶段技术 充电不可能比加油快 但这都无碍 电动车的充电体验 电动车跟汽油车的 充电或加油的模式 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用汽油车的思维 去思考电动车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所有的车子的使用上来讲 其实停滞的时间 是比使用时间多很多很多的 一般人开车一天 了不起两个小时 除非你是开机车车 另当别论 但你剩下的二十几个小时 都停在那里 都停在某一个位置上 所以真正那个时间 如果用来充电的话 那是非常刚好的 你完全不会有感觉到 充电造成的困扰 因此管它充饱 要四小时还是六小时 如果大多数停车格 都有充电桩 即便是慢充 都足以支撑 每天的通勤需求 如果再加上 高速公路休息站 有快充 电动车革命就能爆发 而且充电慢 有慢的商业模式 如何吸引这些电动车车主 来我这个地方消费 就是目前所有业者 最想去做到的事情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你必须要有完善的 这个充电设施 跟充电的设备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充电的时间 把客户呢 留在厂域业者的这个时间呢 然后呢 来创造 附加的经济效益的话呢 我想这是我们营业者 跟厂域业者 最想创造的这样子的价值 让卖场它的来客量提高 它的消费金额提高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受费 所以这个模式是存在的 而且不只这样 像饭店啊 像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餐厅啊 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 跟我们在谈合作 所以你只是没注意 平常会去的卖场 餐厅或百货 地下室可能就有充电桩 打开APP一查 更是密密麻麻 三五分钟路程内 都有充电设备 但其实 这些数量 还远远不够 全台湾的 如果在公用型的充电桩的话 大概不到三千只 大概这两千多只 那家用的充电桩 大概比例上 可能有五千到六千个 国外他们有算一个 比较合理的 然后电动车的充电 比较方便的 比例大概两只桩 配一个电动车 所以大概比例大概二比一 那以目前台湾电动车销售量 大概接近八千辆来讲 照道理一个比较 完善的充电环境 应该要有一万六千只的充电桩 在台湾广度 但是以目前的数字来讲 大概一半 差不多一半而已 数量不够 盖就好了啊 问题是成本 建置一台快充设备 大约两百万 台湾要多一百台快充 就要有人愿意掏出两亿元 还要取得土地 请台电拉高压电等问题 好在电动车厂 和第三方充电业者 都愿意前期投资 YES来电 就是玉龙的子公司 本身就是电动车厂 盖电桩是服务机有客户 也能接其他车厂的充电大单 目前市占率已经百分之三十 我们在2022年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完成 五千只充电桩的 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的一个目标 而E-Value则隶属 机电设备商华城电机 从过去只做上游硬体 到现在切入第一线营运 优势在电力系统的整合 我们现在的对手 其实是汽油车的使用者 因为电动车跟汽油车 目前的使用比例 大概不到一趴 所以我们其实蛮欢迎 不同的业者进来 然后大家一起把这环境做好 因为那才是最高 你在那零点几趴内去竞争 其实意义不大 其实我们依靠的就是 所谓的电动车的车口署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透过鱼帮水水帮鱼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对于未来台湾的电动车市场 才是正向有利的 同业竞争中也有共同力 就是一起把电桩越建越多 越能点燃电动车生态 但是当资金技术都有着落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国内发电量能支撑吗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解答